中国人的审美分四个层次 呈金字塔状 这是我归纳的 任何书上你都看不到 那么这四个层次是什么呢 就是越接近底层 欣赏的人越多 最下面这一层叫艳俗 往上就少一半 叫含蓄 含蓄之美 再往上又少一半 叫矫情 什么叫矫情 一会儿我告诉你 再往上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态 我们简单的说叫病态 它就是一个非常态 那么它就成金字塔状 但是中国的这个大众审美 一旦进入了这个非常态 进入这个病态状态呢 它会成道三 三角释放 成沙漏状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先讲最底层 艳俗 审美的第一个层面 艳俗 艳俗最直接的就是过去 这个喜庆日子穿的那衣服 结婚了 红袄绿裤的 是吧 上面全是大花 过去一结婚 大红背面 上面来大鸳鸯 这都是艳俗 艳俗呢 当然也有高中低之分 你比如我们现在大家在看的这电视剧 基本上都是中间这一档的 你看到这个甄嬛传 米约传 各种传 就你喜欢的 这全是艳俗 那么美剧里呢 它有些艳俗剧呢 就算高点层次 比如你们知道的纸牌屋啊 乐剧啊 迷失啊 等等 这些都是高层次的艳俗 艳俗最容易迎合大众最浅显的审美啊 就是浅显的 这是一种大众文化 你比如好莱坞的大片 基本上都是艳俗的 你甭管它啥题材 它就是艳俗的 你包括动画片 功夫熊猫 疯狂动物城 这些都是艳俗的表现 那你说那个变形金刚就不用说了 那么只有这种艳俗的审美 能够迎合大众 所以你注意看啊 全国各地到处餐厅的装修都尽可能艳俗 要不然不显出那金碧辉煌 就显得不高级 装得太雅致了 就唠一词 什么词啊 叫装 一装完 我们瓷器中也有艳俗啊 这就是艳俗 只有艳俗你才喜欢 你不要以为艳俗是个坏词啊 我们的国宝啊 故宫博物院乾隆的大慈母平 各色右色 各种彩各种右色 全在上的好多种 我讲过 记载就两个 这故宫就这一个 那个你们去找去吧 这我08年说的话 是吧 找了六年 找了七年 我想想七年 对不对 15年 找着了 那一个 在哪呢 美国 结果找着一看 坏了 上面净残 耳朵也伤了 口也伤了 身上还有裂纹 说残就残 便宜点卖 结果就一卖 就这残呢 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一个多亿 现在啊 有人上来就跟我说 我们那有六七个呢 全国就俩呢 我这叫六七个 不新鲜 有的是 有人说 我这不仅六七个 我这还大小不一 一个比一个大 对不对 你想这事能真了吗 所有艺术都有一个通行的规律 记住了 都是由高雅向艳俗发展 为什么 大众化 所以大众审美 必须具备一个 无可争议的前提 叫理解 我必须理解它 我一看 我明白了 你让我看不明白 我就不看了 那么往上走一层审美 我们进入了含蓄 含蓄呢 一听着 就比艳俗高级 说这事表达含蓄 高级 一说这是艳俗 听着就不够高级 含蓄是怎么表达啊 我们直白路的表达说 哎呦 我得喜欢这女孩 上来说我爱你 这就艳俗了 这就不含蓄了 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不好意思说 只好说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这就是含蓄的表达 我爱你 说能不能再含蓄点呢 还能再含蓄 就是我喜欢你 还是有点直白路 这个含蓄呢 是藏了三分 表达了七分 你能不能藏去七分 表达三分 同样含蓄呢 还能说 怎么说呢 就说我想你 我想你 这就更含蓄一层 文学 作品就容易含蓄 唐诗诵词 唐诗总体是含蓄的 诵词总体呢 相对就比唐诗不含蓄 或者艳俗一点 我们举例 举例 李商尹 著名的诗人 唐代非常有名的诗人 他为什么含蓄啊 就因为他那诗 大部分都叫吴提 吴提 不干二年 吴提 这个 我们表达一次吧 爱情 也许是爱情 也许不是 昨夜星辰 昨夜风 画楼西畔 桂塘东 身无彩凤 双飞翼 心有灵犀 一点通 隔坐 宋沟 春酒暖 分槽 涉浮 喇双登空 接于 听鼓 英关去 走马蓝台 泪转棚 这是我最喜欢的 李商尹的诗之一 你看啊 身无彩凤 双飞翼 心有灵犀 一点通 非常含蓄的 表达了自个儿的情感 关键是下面这一句 你看啊 隔坐 宋沟 春酒暖 宋沟就是 猜手里这东西 做一游戏 你说我最喜欢这女孩 好容易 跟我离着挺近 还隔着一人 你说这事不是凹涛吗 对不对 心里别扭 还隔着 这插着一人 隔着 咱俩做一游戏 好容易盼到 下面这游戏了呢 好 分槽 什么意思 分组 分两组 他还给分到那组去了 分槽涉负 涉负是猜谜语 就是后面玩一游戏 叫分组猜谜语 结果我心里最喜欢的女孩 光当给分到另外一组去了 我也不敢说 所以呢 下面很含蓄的 表达了一个异象 叫辣灯红 他为什么不说别的呀 他说辣灯红 红是心里一个很暖的感觉 对吧 李商隐的这部分爱情诗 当然很多学者各种说的 什么都有啊 比如锦色五端五十弦啊 到底是说的是什么啊 争论不休 但是他都表达了一种含蓄的情绪 比如这个李清照的点降纯啊 下半却 见有人来 袜缠金柴溜 何修走 以门回首 却把青梅秀 这就比较白了 比较俗了 说一看这女孩啊 刚当完秋天啊 这身上孩子有点薄汗 说见有人来了啊 说袜缠金柴溜 这意向特别好 袜缠啥意思啊 过去说这产骑产穿 产骑就这马上没安子 光着屁股就骑 产穿啊 说这人这孩子产穿一棉袄 就是光着膀子穿一棉袄 这袜缠什么意思啊 这袜子啊 那时候我告诉你啊 他没这个尼龙袜子 没有您那丝袜那么紧 蹦在上面啊 还有那网眼的啊 他没这个 他那是布的 布的他滑溜 他就顿脚心上了 你知道这意向啊 我不太好用那俩字 这个你想这袜子 顿的脚心上 他就比较啊 吸引人啊 咱别说勾引人 吸引人 袜缠金柴溜 在脑子上这金柴 还掉下来一半 你想他把那个 就见有人来 那谁来的那人 给吸引了 他这还和修走 你看见没有 以文回首 他走就走吧 他还以着门 回这头看一下 还弄一个 是吗 还弄你一青梅啊 在那吸引人 他挺会诱惑的 你自己想 这事一点都不含蓄 他假装含蓄 对吧 那你看圆曲 那跟宋词比起来 那就更加留俗 就直接了 是不是西乡记 最后第二折 最后了 愿于深 枕殿凉 这院子深呢 我这个床上也都凉了 一灯孤影 遥书晃 纵然愁得金生智 着甚之无此夜长 睡不得如翻掌 就我睡不着 睡不得如翻掌 少可有一万声 长须短探 五千遍导枕垂床 你听听 一万声长须短探 五千遍导枕垂床 这人真没有自控力 这张声真不灵 你想在这床上 长须短探 嗨啊嗨啊 你说这夜过得了吗 然后不行还垂枕头 垂床 直白路 不美 不含蓄 所以你像含蓄美 就比艳苏美高了一劫 再往上走一层 人又少一半 矫情 矫情这生活中 挺让人讨厌的 你说那人特矫情没劲 没事老跟我矫情 矫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一种过度 刻意的要求 常出常规的一种表达 对吧 但矫情在意识中 非常重要 我不做到极致 我这个 就没法表达我这个意思 所以艺术家呀 找不着北书都矫情 你看艺术家 先别的不说 艺术家那发型 都跟咱不一样 对不对 艺术家越不成的时候 头发越长 为什么 跟这头发较劲 我看到好多艺术家 看着怪怪的 有的头发 要不然就炸着 要不然就反正跟头发过不去 对吧 当它成了 这艺术家只要一成了 就变成秃子了 你不信你去瞧瞧 那个有成就的艺术家 那没头发 没成就的头发长 古人很多矫情的作品呢 生命力弱 所以今今看不着 你不是说这矫情 矫情是我认为 在所有的审美层面中 矫情中 矫情的作品最没有生命力 瘦重体最小 所以你看古代矫情的作品不多呀 晚情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拔破 什么叫拔破 就把一堆的破破烂烂的东西 刻矫情堆在一起 破贴 破坏 破瓦 残砖烂瓦 什么汉砖半瓦砖 瓷器破一口 瓷器不能完整 完整没人要 所以这东西就把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 人扔的搁在一起 拔破不是拔的东西 是虚数啊 就跟扬州拔怪 金灵八家一样 不是指这个 确切指八家 这东西又叫什么呢 又叫锦灰堆 锦是好东西 灰是被烧了 好东西被烧的了 你把刀弄这一堆 所以王世襄先生就引了这个点 王世襄先生的文集就叫锦灰堆 隔了一阵子 那编辑说 这书卖的好 您再凑不凑不再出一本 老头说 得 我再给您来一本 又凑了一点 叫锦灰二堆 又隔了一些日子 这个 编辑说 您哪还有 再来点 说又来了 锦灰三堆 又隔了一些日子 说 老爷子 说这书卖的 腿好了 说您再给弄点吧 说 这王先生就把这所有剩下的 全都团在一起 又出了一本 叫锦灰不成堆 你看他这四本书 一本比一本薄 最后一本叫锦灰不成堆 这锦灰堆就是拔破 残权不全 你别看残权不全 破家知万贯 那么我们戏剧中的表达 就是 很多都比较矫情 你就是昆曲 昆曲就有点矫情 他说 所有的东西都弄着 他跟极致 所以你去欣赏他的时候 一招一试 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都要去欣赏 你要是看一大剧情 没什么可看的 很简单 就是要靠着 看他这些细节 这些矫情的表达 唐初的诗 唐中的诗 技巧性不如唐晚期 我们不说别人 就说大家最熟的李商尹 他就被视作唐后期 最杰出的诗人 他的诗 有鲜明独特的风格 文词清丽 意韵深微 用点多 很多点 你得毁色 你不懂 对吧 你得找去 你比如 吴提 又来了 吴提 来是空言去绝宗 月侠楼上五更争 梦为远别提难患 书被催成莫为浓 辣赵半龙 金翡翠 射熏 微度秀浮龙 流浪以恨 彭山远 更隔彭山 一万重 你看这诗写的 来是空言去绝宗 就现在这人 就说了不算 老发短信 说我一会就去 根本就不去 对吧 说话不算数 是你来是空言去 对你走的时候 倒挺快的 是吧 那下面这句 不用说 月邪 邪在诗歌中都念霞 月侠楼上五更争 是吧 梦为远别提难患 书被催成莫 卫为浓写的情感 书被催成莫为浓写的极好 因为我有这感受 我到现在是拿笔写文章 对不对 我没有电脑 我有时候脑子里躺在床上想完了 我要不爬起来 把它写得直 我电视脑就给忘了 所以叫书被催成 这书可能是情书 莫为浓 因为古人更麻烦 他起来还研磨 没法写 蜡罩半龙金翡翠 摄熏微度绣符龙 这说的都是床上的事 这蜡锯 蜡烛照着床上 金粉翠 翡翠是翡翠鸟 金是颜色 摄熏 就是摄香 你想这个 很微妙的感觉 绣符龙是指的 也是绣的 帐子上的符龙花 有的时候人说是衣服上的符龙花 甭管是哪都是绣的 下面这句 就我说 他矫情了 他说流浪以恨 鹏山远 更隔鹏山与万童 流浪是谁呢 是指东汉时期的刘臣和远赵俩人 这俩人入山采药 神仙似的入山采药 遇俩女子 人家有意思 人家俩男的进山 遇俩女子 要俩男的进山 一个女子 遇上仨都比较麻烦 对吧 然后就把这俩女子 邀至家中 待了多久呢 半年 半年以后就还乡了 这半年干什么了 没写 不知道 咱别猜人家 咱不八卦 咱不知道 对吧 但反正在家 待了半年后来还乡了 后来就用这个点呢 比喻 艳遇 你们以后 就说流浪怎么怎么着 您就有艳遇了 那么 彭山 是指彭来先郡 这流浪都觉得 这彭来先郡 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李商隐下来 更矫情的说 他说 更隔彭山一万重 我们现在所说的 艳俗 矫情 这些都是中性词汇 一定要理解 不是贬义的 那你们会说 你说的这都是 虚头八脑的事 我这听不懂 我告诉你 你看具象 绘画 倪云林 袁四家 袁四家都有谁呢 黄公望 王蒙 吴镇 倪云林 倪云林这人呢 就矫情 特矫情 生活有洁癖 你说他有多洁癖 叫每天门房自保 有钱啊 折腾 大量的用人给清洗 洗好几遍 门口那两棵树 天天有人负责 照管看管 给洗树 给洗 你那树都给我洗干净 据说这树洗得太勤了 最后给洗死了 对吧 用人挑回来的水 他盯着 他只喝前面那桶水 后面那桶他不喝 为什么 他说那用人可能放屁 一使劲一放屁 后面那桶水脏了 矫情 然后他有一个朋友 姓徐 上他们家登门拜访 那过去都留宿 没有旅馆 过去都是 过去有钱人家里房子也多 您在这房子里留宿 结果他就不放心 因为太洁癖 人生人住在家里又不好 不让人家住 住了以后心里还说 半夜就失眠 就嘀咕 半夜的时候突然听见这个老徐啊 就咳嗽了一声 哎呦 就把他着急急得不行 这一宿都睡不太 说呀咳嗽 咳嗽以后第二天起来 就跟仆人说 说你赶紧上他那屋里 看看他那弹图哪里去了 快把我恶心死了 这一宿 这仆人知道他这毛病 里屋外屋 都找不见这口弹 怎么办呢 哎呦 我就急也不能说没有 说没有 他老让你找 他知道 他就找了一束印 找了一束印 说这弹图这里了 捏着 哎呦 你千万不要让我看见 你看三里路开外 你给我扔了去 扔了去 扔到三里路开外 这用人早上去的 回了时候都中午饭了 扔得越圆越好 他这洁癖到什么程度呢 他这大半辈子不碰女 对不对 后来有一次 哎终于看着一歌迹 哎呦 这歌迹太好了 终于带回家来了 带回家 他有又不行说 你好好洗洗洗 洗完了以后 他又检查检查 他那个检查 跟咱这检查不一样 他那是边检查边闻 觉得人还是不赶紧 说不行 还是有点味 您再洗洗 再洗折腾天亮 大家都没情绪了 歌迹感冒了 在生活上的洁癖啊 哎 这人就得有癖 没癖 他那个作品就不行 所以他作品特别的矫情 枯山水 简约书淡 画法简书 一看上去没画几笔 格调天真 以淡泊取胜 他就画的 就是他们家那一块 太湖流域 画的就是枯枝 平远 竹石 毛舍 都那最简单的东西 干笔村杂呀 用墨极简 延一点墨且画呢 所以他经常说 他是有意无意 若淡若书 形成了一种叫什么呢 叫荒疏 萧条一派 你听到这人这派别 荒疏 萧条 一赞与黄公望啊 吴振 王蒙 成为四大家 绝不守然呢 我当年啊 碰到这个 书画街的这些 建定太斗 徐邦达先生 谢志柳先生 刘久安先生啊 等等这些老先生 一提起来 倪云林 都是那种 无限景往的 景仰那种 高深洋池感觉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认为 这倪云林的画 天下第一 是因为老听他们说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们说 这画好 怎么搞啊 什么 天天说这个 后来等了 九十年代以后 慢慢有了拍卖 拍卖我就注意看 有没有倪云林 倪云林作品不多 很少 偶尔上来呢 并卖不出钱去 大家喜欢的 还是那艳素 为什么这个市场的人 有钱的人都俗 所以作品必须俗的 卖得高 雅的都卖不高 在我心目中啊 过去那种 院派的那种画 就让那老先生说 这都没用 什么七喜全 多少喜也没有用 说这个 没人要 一说 倪赞 倪云林 哎呦 就说 这怎么样怎么样 哎呦 这比一发唠道啊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唠道 反正就看到 唠道唠道 现代人怎么说 这画什么玩意儿啊 说这 这墨都没了 这看什么呀 哎 看不了这矫情 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啊 时代一过去 你看这老一辈那些人 就我上 一代人 甚至上两代人 按理说他们那些人 都是上我两代人啊 他们对绘画的认知 还停留在古代那种矫情的范畴 那么西方当代艺术中 大部分的作品 都是这种属于矫情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十九世纪后半年开始了 我们都知道印象派 野兽派 立体主义 达达主义 都是这个 印象派 野兽派 你仔细看 它早期的作品呢 相对来说 还不容易理解 约到后期 你比如达达主义 立体主义 对吧 达利的东西 全是歪七扭八的 你说 我这东西 起码给我画正了吧 对不对 女王对 这个毕加索的理解 就说 我实在看不清 她脸冲哪边 这就对了 这就叫立体主义 西方现代派的作品 就是要表达一个观点 就越来越矫情 只有这种 很矫情的表达 才能让她作品有所 有风格 我们讲了三层了 艳俗 含蓄 矫情 最上面是 非常态 也叫病态 病态是美的 病态是一个中性词 不是贬义的 就是非常态 但是她有时候确实有 就在非常态的状态下 更加接近于 就是你不能接受的那个状态 病态的这种审美 一旦被公众接受 她会释放 一释放就成倒金子塔了 全部释放出去 其实这种社会的病态心理 我们古代的病态心理 跟西方一模一样 西方也有 西方有很多东西 你今天不觉得 你比如说芭蕾舞 那不正经跳 拿脚尖跳 对不对 咱跳舞应该拿脚掌 你拿脚尖跳 那叫什么呀 过去西方人竖腰 把这腰杀的 跟蚂蚁似的 跟马蜂似的 中间细腰 两头都大 看着像个哑铃 并不好看 但他就跳这个 你比如在16世纪 18世纪的时候 欧洲最独特的艺人 叫烟人歌手 这都是在同期 看这孩子嗓子 什么拿着都好 不能等他男性的性征 出现的时候 就给他去了事 就俗称烟歌了 然后要他保持男性 那个女高音一样的 那个声音 16世纪 欧洲也是这样 那妇女啊 被禁止在这个教堂 唱诗班里和舞台上演唱 于是就由男性 男性怎么办呢 男性就唱不出女声来 那只好用这些歌手 男性歌手 就是阉割了自己 这不是病态的吗 那么那时候在欧洲 就是文艺复兴以后 就非常的流行啊 在歌剧的这个发源地 意大利呢 每年都有 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有5000个男性 加入这一行列 那我们的病态 首先是什么呢 病态美 蝉足 蝉足你今天说 蝉足多难看 从南堂就开始了 宋代就普及了 明清以后 我不可理喻 让今天看不可理喻 我看那个 过去我的外祖母 姥姥 那脚都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就不能这么比划 就你们自个去看去 因为咱那脚窝不成那样 咱那手都窝不成那脚那样 把那个脚直子 全窝在脚心里 那所有的大学者 明清的大学者 都无尽的赞美这个蝉足 你能理解吗 那有的学者说 这脚不仅是缠成一个 什么香软 什么一大堆评价 还说它这有点味 你干 你受得了吗 说这 闻着 有点味 这是最好的 你受不了了吧 这就是病态 那我们能理解的 能接受的病态是什么呢 或者非常态 盆颈 盆颈 中国的盆颈 没一棵树好好长 全是胃气扭发 越拧着越好 对吧 你再说我们的金鱼 畸形的 身子那么大 眼睛鼓着 抛着 望天的 你这眼睛不望两侧 咋望天上掌 这全是畸形 宫廷犬 叫北京宫廷犬 慈禧太后老抱着那个 那是近亲结婚 培育的 那眼睛 跟那个先天鱼形一样 眼睛望两边 牙齿稀疏 非常依赖人 所以大家 这狗有意思 这狗跟我亲着呢 他没法不跟您亲 他就认您一个人 别人不认他 比如我们再说一句 我们的京剧 京剧 你说中国京剧 最高经纪是什么 人家说 那肯定是梅兰芳的 贵妃最久 男伴 梅兰芳 你看梅兰芳生活中 他就是一个男人 你看他跟福智芳生活 九个孩子 他前面跟他的第一任妻子 王明华生过两个孩子 他一生生过十一个孩子 非常正常一个男人 但是他去表演的时候 一定 我这不行 我这怎么都不成 他就一定要表现女性的这种 是男人的非常态 那病态美在文学表达中 也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甚至是最高境界 我们的文学作品 最高境界是什么 《红楼梦》 不用说 《红楼梦》最重要的男主角 男一号女一号是谁 贾宝玉 林黛玉 那贾宝玉是什么 女性美 林黛玉是什么 病态美 这就是中国文学 对美的最高表达 叫男子女性美 女子病态美 薛宝钗就不行了 不时髦 你看上来描写就不行 一上来就说 脸若银盆 眼瞳水性 你说这脸 跟你打银盆似的 现在说俗称打顶脸 肯定就不行 你看一说这个 林黛玉 就是 焦习一身之病 上来就直接描写你的病 那现在你要说 这人跟病秧子似的 那等于说人家不好听的 可是人家 《红楼梦》 曹雪金上来 就把他当优点写了 这就是非常害病态 突破了这个瓶颈 他就释放了 对吧 你看《红楼梦》以后 男子就追求女性化了 很多小说都 包括我们今天 小鲜肉 你听这词 小鲜肉 我第一次听小鲜肉 这词我认为说女孩呢 这个没想到是男孩 他肯定不欣赏 像施瓦辛格那样 史太龙那样 浑身搜爽 八块腹肌的 这个他不喜欢 二头鸡全都嘟着 他不喜欢 他喜欢都是平滑的 这个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 所以审美 我们今天讲审美 四层 审美一定是后天的学习 审美没有天生的 人天生不会审美 不知道什么何为美 那么每个人审美不同 所以他每个人 如果不在一个系统中 这事是不能探讨的 所以你认为很美的 别人说这多难看 对不对 这东西太难看了 这是你认为美 他不认为美 他认为美 你觉得不行 这太低俗了 这我不喜欢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后天 努力的去学习审美 审美是可以教的 以后有机会 我会开课 但开课一定要收费 不收费 你不好好学习 就是你要学 怎么审美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那么作为一个个人 你不要拒绝 你不懂的美 有的时候 这东西怎么能不好看 你比如最近 这个最近非常流行 宋代的黑剑展 你现在 这东西美啊 什么一通说 人要不告诉你 你就说这一破黑碗 有什么可美的 美是多个层面的 根本不能强求统一 这就是审美的真谛